天時暑夜不要在河岸玩那麼久 知道 政府提醒市民夏天要小心中暑 其實狗狗都需要提防 聽聽獸醫怎麼說 在香港來說 最容易狗會中暑會是甚麼情況呢 首先譬如牠是長毛 毛髮比較長 大型一點 或者散熱肥 比較難散熱的一些品種 譬如短鼻的 八哥、北京、西斯 他們本身的呼吸度和散熱 比起其他品種的狗 效果沒有那麼好 當主人夏天大熱天 帶牠去散步 讓牠跑、撿球、玩 有時候牠們就會出現中暑的情況 突然之間你會看到牠 跌倒、暈倒 喘得很厲害 甚至乎直接休克死亡 這些我們都見不少 所以 我們通常會教主人 香港的夏天 中午或者下午 太陽最大的時候 不要帶狗去做一些戶外活動 你可能帶牠就這樣走走 一定要確保 你有水給牠 隨時 隨時就要和牠補充水分 另外一件事 在外國可能常見一點 就是牠們放下狗狗在車上 然後牠們去買東西 購物 其實困住在車上 一個密閉的空間 達到四、五十度的情況 一些內臟 例如消化道 會有出血 感染 甚至多功能器官的衰竭 很可怕的一個疾病 但是 亦是很可以做到預防的一個疾病 同樣,在遊玩一次 今天下午 我有很多人 不知道 我要別忘了 tornado 好 來 我 氣 不怕